赛斯洛华走完他79年的人生旅途 未能看到六四平反 相信是人生最大的遺憾 但人生本来就有很多无奈及遺憾 正如传道书第七章所说 你要拆看神的作为 因神史为曲的 谁两边为直呢 如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如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神史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查不出 身后有什么事 有二人行义 反自灭亡 有恶人行恶 倒享长寿 这都是我在虚导之日中所见过的 人生本来就是不能够单凭表面的 所谓成败来判断 是非对错 也不是单靠权力 靠恶 靠大声来决定 华叔受尊重 是因为他在坚持平反六四 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成为一个代表性的灵魂人物 他的地位是难以取代的 而对华叔做一个悼念 就是继承他的遗志 继续为追求公义而努力 其实华叔都是人 并不完美 特别在华叔生前 没有做好支联会的胶棒工作 是很可惜的 如果大家期望争取平反六四 追求民主公义 可以辛火相传延续下去 一定要刻意去做一些 培养接班人的工作 胶棒并不是阴点 而是给更多机会一些 给自己年轻的人 去担大旗 逐步吸取经验 和建立威信 领袖是需要磨练的 而磨练是需要机会的 当然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退下来 并不一定是卵检权位 而是见到还有很多困难 放心不下 例如一些追求民主的老障 对民主发展步伐缓慢的焦虑 一些已经过了退休年龄的教目 对教会事工停滞不前 感到担忧 不过大家越不退下来 其实越难培养有能力的接班人 唯有给自己年轻的人 做一些承担重任 然后在身边扶他们一把 才是给辛火相传最有效的方法 中大的香港传媒公信力调查显示 传媒在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 是全面下跌的 评分更跌破了97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新低点 浸大新闻在理教授杜耀明认为 过去一年有关政治民生社会运动增加 市民对仇富的情绪升温 但市民看不到传媒反映这种霸权情况 反而十分依赖地产广告 两者出现差距 可能导致公信力下跌的原因 对这个说法我个人不敢苟同 因为最喜欢用仇富 作为卖点的《苹果日报》 它的公信力在市民心目中 其实几乎是牌包尾的 甚至是差过变为立场亲中央的《文汇报》 一些传媒一方面 支持民主 强调自己为民喉舌 经常猛烈批评政府 和一些代表权势和建制的个人和团体 虽然达到一位小市民泄分的效果 但如果经常哗众取宠 甚至无中生有 结果只会失去读者的信任 令传媒只能扮演 像额颈桥帮人打小瘾的角色 另一方面 很讽刺的是 究竟传媒公信力跌到新低 是否一件社会大事 对暢销报章来说 肯定不是 因为他们只用了很少蝙蝠报道 甚至是赤字不提 传媒不肯正视本身的公信力问题 就像一个人不觉得自己不收蝙蝠 又怎能作出改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